消防單位在地方扮演第一救難角色 只要民眾遇到困難 一定在第一時間趕到 在中秋佳節前夕 身為消防協會理事長的議員吳國昌 特別著訪南投消防局 向英勇的消防兄弟至上敬意與歇意 而在經費有限下 消防協會也提撥經費 致政中秋節禮金 藉此感謝全體消防人員的辛勞 消防工作守重災害搶救 活災預防與緊急救護三大象 可以說是一年365天都鬆懈不得 議員吳國昌對他們的犧牲和貢獻 表示感謝與肯定 而吳議員自接任消防協會理事長一直以來 相當積極推展會晤 並爭取多項福利 希望讓他們感受消防協會 對所有消防人員的重視 地安或是一個地方要繁榮 都總是我們的消防也 擔任得真正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每一年 主席接任消防協會理事長以來 對中秋或是過年 就是我們熱心的顧問 和理感受這些關鍵 來發奉我們的消防協會動人 除了之後之外 會了表我們消防協會一點心意 消防局副局長陳馨姐 也代表全體消防人員 感謝吳議員的加油打氣 及顧問團在救災資源上給予支援 使得消防行物在運作上 能夠無後顧之憂 同時也呼籲民眾 在中秋烤肉時小心火燭 盡量不燃放煙火 除了可以維護環境的清潔 同時也保護自身的安慰 我們的工作裡面來講 面臨到這整個就是危險性的增加 還有人力的不足的問題 所以在整個基層的同仁 都需要社會大眾給予我們的鼓勵 跟鼓舞 在這部分裡面 我們要特別感謝吳理事長 他所率領的消防協會的團隊 不論是在每年的春節 還有中秋節 還有在整個裡面 都會來慰問 這些慰問 都升值到我們的基層的同仁的心裡面 利用這次擴大局務匯報的時間 吳議員除了感謝勞股功高的 打火兄弟之外 並勉勵在場的同仁們 未來在消防工作上 都能夠更上一層樓 有效提升各項防災救災能力 讓憲民都能安居樂業 民意新聞洪一輪 南投採訪報導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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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